今天讲大错和柔弦的弹奏方法 今天讲大错和柔弦的弹奏方法 那个只脚半凌落 你这个问题您去联系客服 我不太清楚 联系客服就OK了 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 然后所有的问题 除了学习古证的问题都可以关门 其他的问题联系客服就OK了 100天古证速成 我们今天讲大错 拼挖针匹挖针区别在哪 拼挖针手工淘制的 肯定比拼的挖针音色一直要好 因为它没有缝隙 音色共鸣 共鸣要更好一些 更好 好更多 拼挖针 拼挖针共鸣好更多 我先和参与一样吗 不一样 那我开始上课 在上课的过程中 不准问问题 你们问问题 我也不会回答的 上课的话 你们问问题 我也不会回答的 一百天古证速成 大错练习的佛号 大错练习 领过教材的宝宝 领过教材的宝宝 看着你们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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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错练习的宝宝 中指和大指同时弹两个音 中指和大指同时弹两个音 叫做大错 那么中指弹的是哪个琴弦 大指去弹的哪个琴弦 我们根据这个练习曲进行训练 中指大错练习 中指去找低音都 看到没 中指找中音都 找低音都 节奏是和我们的那个食指 刚开始刚开始的食指练习的节奏是一样的 第一个都是一拍 大指 然后大拖 大拖练习 大拖练习 大拖是用中指和大指同时弹两分前弦 那这时候我们在弹两分前弦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练习曲 我们需要有两个手指弹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那么刚开始第一个音是中指弹 低音都 指甲触弦 不要触弦 手指开一下是松散开的 不要挤在一起 只要你挤在一起 手指都比较 这个紧 中指松开 指甲触弦弦 往手心弹 每个音的节奏 数拍子 每个音都是 前面第一个都是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一拍 是一拍的食指 一拍有两个半拍 所以说我们分拍是 大指 中指弹完之后 然后大指再去弹中音都 大指再去弹 然后 然后 这时候我们的大招 我们看往后看 两个都是落在一起的 中指所弹的低音都是落在 中指放在低音 低音的时候 下面那个低音都是放在下面的 大指弹的中音都是放在上面的 也就是它两个音落在一起的 上面那个音 是大指 下面这个音是中指 这时候我们两个手指要出弦的时候 要保证一样四个手指 不要挤在一起 是留有缝性 中指和大指不要对齐 它俩不是对齐的 这一点很关键 大指和中指不是对齐的 大指自然伸直 有很多宝宝容易打弯出弦 这一点也不对 打弯出弦的话 容易愣出弦 容易滑 弹清楚 大指指甲交出弦 同时弹 抓起来 之后 中指 大指 刀 二 同时弹 刀 二 往手心抓 那往手心抓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好方向 这个方向是往手心抓 看到没 是往手心抓 这个方向都是往手心走的 二 三 四 中指 刀 二 大指 刀 二 大缩 看到没 看手心 是往手心走 也就是说你的手指不要捏 你一捏的话它容易蹭弦 所以说你刚开始容易蹭弦 还是很正常的 那你当你练得多的话 你会找着自己的手指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这个方向对了 它就不容易蹭弦了 另外吧 去找一找方向感受往手心走 一百天古证速成课程 找客户领取教材 来 第一小节 中指 刀 二 大指指交交 四 三指 刀 二 大缩 两个手指指交交出弦 同时往手心抓弦 封 二 三 四 可以松下手臂 刀速分拍 最后那个咂強是两拍 它是二分一会有两拍 两拍有四个分拍 所以说我们数分拍 节奏是中指 洲 二 大指 洲 二 大缩 二 三 四 然后第二小节中指走 第一软 大指,中音,然后两个手指,踢好,大搓 然后中指,大指,大搓 大搓,中指,大搓 三,二,三,四,看手弦 不要超过自己的下巴 因为我们的速度比较慢,然后我们大概可以抬到这个,不超过肩膀就OK了 这个速度,因为你不要抬太高,抬太高你来不及落了,时间比较短 这时候我们跟着节拍器训练一下 跟着节拍器训练一下 60的速度数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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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宝宝有见他过发视频 没有数分拍 没有数分拍的,他容易造成什么原因呢? 速度太快,他的手容易跟不上 所以说呢,建议你们要数分拍 建议你们要数分拍 来 听一下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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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都 一直都是这个节奏啊 只不过会换了音 那从第一行音小节 一 二 三 走 都 都 都 指甲交出弦 都 二 三 四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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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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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继续往后走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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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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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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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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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往后走 高音 拉 2 大指高音 拉 2 2 2 3 4 重复一遍 拉 2 大指高音 拉 2 2 2 3 4 拉 2 2 2 3 4 拉 2 2 3 4 拉 2 2 3 4 拉 2 2 2 3 4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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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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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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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拉 2 2 2 3 4 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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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很简单 很简单 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 记着有两个点大搓 一定要知道的问题是 两个手触弦的时候 第一点 两个手指不是对齐的 是搓开的 无名指、食指和小指 往里微收 四个手指之间留有缝隙 然后指甲尖触弦 大指自然伸直 不要打弯触弦 大指打弯触弦 容易露触弦 轻轻的贴在弦弦上 不要加紧弦弦 不要加紧弦弦 听出来 这是大搓 这是大搓 大搓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往手心进行 抓的一个方向进行弹走 抓的方向进行弹走 不要捏 不要捏 OK 我们再来训练最后一遍 再来训练最后一遍 准备 准备 2 3 走 2 2 2 往手心进行弹 2 3 4 1 2 3 2 1 2 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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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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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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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2 3 2 2 2 3 4 3 2 3 2 3 2 3 4 2 2 2 1 2 2 3 4 1 2 2 3 4 2 2 3 4 2 2 2 3 4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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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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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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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OK 这是大致练习 练习 我开始今天讲柔弦 自己去跟着教学回放进行练习 我们说一下柔弦 柔弦弦弹奏方法 练习的方法跟着我的方式进行练习 对 是的 分析 柔弦的这个符号的练习呢 柔弦 它每个音后边都加了三个横杠 对不对 后边都加了三个横杠 三个横杠 这种形式叫做全音符 全音符每个音都有四拍 每个音都有四拍 都有四拍 有四拍 每个音都有四拍的情况下 这种形式叫做全音符 一是都站一拍 一个横杠站一拍 每一个横杠各有三拍 那每个四拍 四拍有八个半拍 这时候我们数分拍是数到八 怎么数呢 都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柔弦的话 我们进行训练的时候 老师我刚开始柔弦 我容易柔不起来 左手柔弦的时候 右手先弹 左手再进行柔弦 那这个左手柔弦的时候 是食指中指中指度胶 离针马一掌的距离 放在琴弦上半握的状态 进行琴弦 轻轻手指轻轻地放在琴弦上 然后往下一点点 按压一点点再回来 再往下按一点点再回来 这是一个柔弦的一个慢动作 慢动作 那这时候对于初学者 这个慢动作应该怎么练呢 你看我的左手 右手先弹 右手先弹 左手去按 一个练习 练习 柔弦练习 右手弹 左手 第一个音 对吧 正常的它应该是 看到没 看到没 左手 非常非常 速度非常快 而且密而小的 进行柔弦的一个上下幅动 但刚才是很多宝宝 它这个动不起来 它就是左右晃 它上下晃不起来 那么初学者 进行了一个慢的练习 点 下距就回 点下距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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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动作练习 那这个练习它是有步骤的 可以数拍子 刚开始慢动作可以这么练习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个动作的练习 就是练习上下幅度的动作 上下移动 往下一毫米两毫米 然后再完全回来 再完全回来 你不要按下去很深 这就太重了 一点点往下一毫米两毫米的幅度进行 然后再完全回来 你不要按下去不回来 它这个时候音容易偏高音不好听了 右手弹 左手 B 往下按就回去了 那速度高还是慢一点 我们数拍子 它不是有每个音都有八个半 八个半拍吗 那我数分发的时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再弹 左手按 歪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换 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进行这个练习 大指通通 长头指法都是用大指来弹 然后我们跟着解开器进行练习 六十的速度 刚开始六十的速度练习五遍 七十加较七十加到八十 达到九十加到一百 这样的一个速度进行练习 加到一百的速度就可以脱离 解开器进行上下流弦 速度加快了 进行答案 一 二 三 走 右手弹 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揉 左手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叮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高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高音 叮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右手弹 叮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反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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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刚开始的呢 今天这样慢速度训练 然后60的速度练五遍 加到70的速度再练五遍 再加到80的速度再练五遍 这是对你们的要求 自己跟减拍截进行训练 然后当你按照这个方法 按照这个方式都练习过了 60的速度练五遍 70的速度练五遍 80度的速度练习五遍之后 你的左手就可以上下幅度加快 速度加快 就是右手弹 2 3 4 5 6 7 8 密减而减跨 没完吧 这是柔弦速度加快的一种柔弦 速度加快的一种柔弦 非常圆 非常圆 那这时候我们右手弹完之后呢 非常圆的进行一个柔弦 数到八 它的次数没有固定的次数了 你能有多快多快 能有多密有多密 相比而要要圆而密 进行一个速度加快 明白吧 没有固定的次数 只不说给你固定的次数是因为 让你刚开始按照这个方式进行训练 那我们到最后 你的左手能够夹起来的时候 你听一下 2 3 4 5 6 7 8 多多时间长一点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收二 3 4 5 6 7 8 收二 3 4 5 6 7 8 收二3 4 5 6 7 8 1,2,3,4,5,6,7,8 3,2,3,4,5,6,7,8 反回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2,2,3,4,5,6,7,8 3,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OK 就是你速度 60的速度练五遍 70的速度练五遍 80的速度练五遍 然后你就可以 就可以左手 基本上就可以绸起来了 这个音结束 你才能左手才能停 然后它下一个音 就是再绸 下一个音之前左手才能停 不能停太早 好吧 这是今天的课程内容 讲完了 主要是哪里发力 在发力的时候 我们望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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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臂和手臂 小臂和手臂 柔弦不云 怎么样 怎么办 刚才跟你说了 刚才跟你说了 练琴的方法 方式 有 教你了 对吧 跟着节拍起 他想一下 你点一下 想一下往下 点一下 柔弦和颤音 可以通称为一个机法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柔弦的话 幅度大一点 颤音的话 幅度小一点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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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小一点 频率快一点 手臂和弦的话 相比而言 比那个 颤音 幅度稍微大一点点 速度稍微 慢一点点 OK OK 练习的节拍上 那弹曲子 跟你什么速进 弹曲子 以你能够流畅地 弹下来的速度 跟周进 今天上课到此结束 就讲到这 跟着视频进行练习 都有讲解 应该怎么去练习 应该怎么去练习 左手的发力点 在手腕和手臂 手腕和小臂 手腕和小臂 进行发力 手腕和小臂 进行发力 然后想听几号针 可以给万万老师留言 手指不抖 手臂和手腕 不动 手臂和手腕 手腕和手腕 手腕上下不动 手臂和手腕 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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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区域 颤几下有规定吗 没有 没有颤几下的规定 只是刚开始 让你数到八 是让你按照这个节奏 让它颤匀 速度放慢 数着节奏 让你颤匀 当你按照方法 给你60度速度 练五遍 再加速度 70度速度练五遍 再加到80度速度练五遍 然后不给你 接拍起 你的左手 基本上能颤起来了 这是练习的方式 练习的方式 OK OK 左手向下按到面 不按到面板 往下按到一毫米 两毫米 一毫米往下一毫米 两毫米 都有讲 所有细节都有讲 联系客户 找客户 要教学回放就OK了 都有回放 都有回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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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